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组网的技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大图 这张图给出了物联网通信与组网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况 这张图它的横轴是传输距离 重轴是传输速率 那我们可以来看 首先从这个传输距离来看 传输距离比较近的 我们有三种协议 第一种是UWB 第二种是Bluetooth 也就是蓝牙 第三种呢是RFID 然后再看这个重等距离的 比如说这个几十米 这样的一种数量级的通信 目前主要是WiFi和Zigbee 然后如果距离再远的话 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 2G 3G 4G 这样的一个蜂窝物联的一个通信方式 另外再看 还有呢就是现在非常热火的 LPWA的这种方式 LPWA全称叫做Low Power Wide Area 中文叫做低功耗广于物联 目前主要国内用的比较多的两种 低功耗广于物联技术呢 一种是叫NB IoT 叫做载带物联网 还有一种就是Laura 好我们看一下 对于每一种距离上的通信协议来说 不同的协议 它的传输速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中等距离的Zigbee和WiFi 那么从传输速率上来讲 WiFi的速率要比Zigbee来得快 好下面呢 我们可能要主要展开讲一下 目前在物联网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几个技术 比如说FID 南亚 Zigbee WiFi 还有像这个2G 3G 4G NB Laura 我们稍微展开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FID 也就是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呢 其实主要是我们讲物联网最早的时候 说的这个物联网就是说射频识别技术 后来呢 这个物联网的内涵得到了发展 也就不仅仅指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它的原理是把一个电磁波打过去 打到一个FID的标签上面 那么标签呢 反射回来的电磁波里面 就把标签自己的这个ID信息也带回来了 从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个完整的FID系统 它其实包括了一个叫阅读器 和另外一个叫电子标签 这样的两个东西 这个阅读器呢 它发出特定频率的电磁波 给这个标签 然后标签里面的这个电路呢 它获得了这个电磁波的能量 就把这个标签的ID返回回来给这个阅读器 这样子呢 就实现了阅读器对标签的ID的识别 那么RFID这个基础 它的主要特点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第一就是它这个数据的读写功能 它既可以把ID数据读出来 同样它也可以把处理好的数据 写到这个标签里面去 第二个就是它的小型化和多样性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环境的耐受性 第四个就是它穿梭能力强 这个是跟我们目前用的条码不一样的地方 条码呢 它一定要是对楼才能扫出来 但FID不一定要对楼 因为电磁波呢 它可以穿过这档物 另外一个就是 FID的内容 它可以进行密码保护 不容易被伪造和变更 所以系统有的较好的安全性 但是FID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说它只能读固定的一个ID信息 而不能实时的感知一些环境变量 比如说不能通过ID这个标签 读出环境的温度或者湿度 那么这些呢 是目前一些新的研究在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做的 就是把一些FID的 通过FID把一些摄平的能量获取 这样呢 它不光可以返回ID信息 而且可以把传感器的一些信号读出来 并且返回回去 FID识别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 这里我就不多展开了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比如说在 有些在动物身上植入FID芯片 在明镜里面植入FID芯片 还有像自动化产线啊 物料管理啊 都可以用FID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蓝牙技术 蓝牙是一种无线数据和语音的 开放性全球规范 它以低成本的短距离连接为基础 可以为固定的或者移动的终端设备 提供廉价的无线接入服务 蓝牙是由蓝牙技术联盟管理的 蓝牙技术联盟在全球有超过25000家成员的公司 它们分布在电信 计算机领域 消费电子领域等等多个领域 蓝牙的发展已经有好多年了 它的目前的最新版本应该是蓝牙5.0 蓝牙5.0在理论上 它的发射和接收设备之间的距离 已经可以多了300米 所以目前来说它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近距离的通信了 它达到了300米的通信范围之后 实际上它一定程度上会和目前的Wi-Fi 在物联领域形成一定的竞争性 它和Wi-Fi其实是有点竞争意义的 以前的蓝牙不如Wi-Fi的传输距离 一个通信 它的通信距离近 一个是蓝牙的速率低 但是它目前的新的版本 它速率也可以做到24兆了 另外这个蓝牙5.0也支持史类的定位导航功能 比如说它和Wi-Fi来把这个基础结合在一起 它的定位的进度可以做到一米以内 另外蓝牙5.0针对物联网也进行了很多底层的优化 它力求以更低的功耗和更高的性能为智能家居服务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 蓝牙的目前它的一个主要目标 其实主要是面向智能家居 讲完蓝牙 我们来再讲一下Wi-Fi 因为Wi-Fi和蓝牙技术一样 它都是属于办公室里面 或者家庭里面使用的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 Wi-Fi用于雾年 它使用的也是无需申请的这个ISM这样的一个无线频段 目前Wi-Fi呢 已经有很多标准 它从1999年最早的时候 802年11A 然后11B 然后到2003年的11G 2009年的11N还这两年发展起来的11AC和1AX 这个一路演变过来 通过各种各样新的技术 使得它的性能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与蓝牙相比呢 Wi-Fi的主要优势在于 第一个 它的这个数据数理比蓝牙要快 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传输距离 比目前市面上已有的蓝牙标准的距离要远 但是目前新的蓝牙标准呢 其实就有这样一个要跟Wi-Fi竞争的趋势 那么Wi-Fi的一个跟蓝牙相比的 一个弱点的就是它的功耗 蓝牙是比较受重于低功耗设计的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面的竞争和比较之外 Wi-Fi和蓝牙在很多时候呢 还是要看它们在这个生态的建设方面的竞争 就说你怎么样形成自己的一个生态 让别人用的很方便 比如说小米 你一进家 家里全是小米的这个这样一个生态 你只要找到小米的路由器来 你家里所有的东西就自动的全部 连到这个小米的路由器上来 所以呢 这些竞争其实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竞争 很多时候它也是生态的竞争 除了前面讲到这个蓝牙Wi-Fi之外 Zigbee技术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也是相当相当的火热 与蓝牙和Wi-Fi相比 Zigbee它往往更多的是希望应用于工业控制 用于传感网或者家庭监控 安全系统等等这些领域 它跟这个Wi-Fi和蓝牙定位呢 可能还是有差异的 那么在过去的十几年 Zigbee的这个论文也好 实际系统的这个实现设计也好 已经有很多很多 但从这两年来看 Zigbee的这个技术应用的趋势 在下降 主要在于它这个组网方面 还有就是其实在可靠性方面 还存在着一定问题 而且就是说 它对后期的维护的要求比较高 讲完了前面这个近距离和中等距离的 这个物联的主要方式后 我们来看看远距离的物联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广覆盖 这种场景下它的技术 远距离传统上 我们用的是蜂窝无线来做物联的 比如说早期的2G 然后3G 4G 都可以用来做物联 但是蜂窝物联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本身的设计的时候 是专门为人而设计的 不是专门为物的连接来设计的 人的连接的话我们知道 我们每天都是可以充电的 但是很多时候对于物联来说 这个物它放在那里之后 是没有人给它充电的 所以我们希望一个电池放在那里 它能够用好几年 所以它的低功耗设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二级三级四级这种物联的方式呢 就不太适用了 所以也就是这几年 非常热门的 就是这样一个低功耗广于物联 也就是说我仍然是广域的 但是我也是低功耗的 那么低功耗广于物联的 目前主要有两个技术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一个是NB IoT 一个就是Laura 那这两个技术呢 后面我们专门会有两部分 对这两个技术分别进行探讨 好 我们再回到这张大图 这张大图给出的 目前的一个用于物联的 通用的一个通信组网技术 我们可以看出 FID 它主要还是一种近距离的物联 要来读ID Bluetooth和WiFi呢 主要用于智能家居 就是室内的一些连接 那么这个B呢 其实看起来 主要还是用于一些工业场景 而且这两年 觉得它可能逐渐逐渐的 这个技术呢 会被其他的一些技术所替代 比如说它可能会被WiFi取代 或者被Laura取代 传统风卧物联 主要是功耗的问题 所以在很多的场景下面 可能不太好用 那么这几年比较热火的 就是这个低功耗广于物联 NB IoT和Laura这两个技术 也是这两年 最近学术界 以及工业界 比较关注的热点 在后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将会专门讨论一下 这个新的NB IoT技术 以及Laura技术 好 同学们 今天的课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